全戰天數進入倒數各位數 晉升肉搏戰時課 尋求連任的台北市長柯文哲 週一上午沒跑行程 而是窩在辦公室裡開會 今天要忙什麼 我也不曉得休息吧 還有時間休息嗎 對手又是掃街又是上節目 行程超級滿 姚文智甚至宣布請辭立委 破除棄搖寶柯傳聞 被水戰的宣誓 將直接衝擊柯文哲選情 選舉到最後 每個人當然會 會有他的戰術嘛對不對 這個後來想一想你知道 我昨天想一想 我們只能做自己能做的事情 柯文哲不會言 姚文智請辭立委 的確讓自己的選情更告急 加上前幾天的金馬獎頒獎典禮上 得獎人統獨發言爭議 讓時代力量立委徐永明 跳出來呼籲 同黨的北市議員候選人 站出來反對柯文哲的兩岸一家親 人與人之間不是只有政黨 還有親戚 朋友 同事 甚至同一個教會 所以也就是說 我們也不可能 誰跟誰百分之百相同 幫實力小雞站台 卻不時被實力母雞批評 柯文哲嘴上說 理念不一定得完全相同 但這樣的政黨政治 似乎讓他很無奈 同一黨的不管你幹什麼 我都要cover你 不同黨的不管你幹什麼 我都要配合你 其實我看今天台灣政壇的問題 就是這樣 個人利益大於派系利益 派系利益大於政黨利益 政黨利益大於國家利益 再搞成今天這樣亂七八糟的 不是嗎 再提台灣政黨已經成為幫派政治 在傳統政黨夾沙下 群求連任的柯文哲滿是感慨 選戰現實 柯文哲的連任之路能否達成 選民即將做出選擇 華語新聞林志鵬黃韻成台北報導